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新任总书记将党员的发展放在首要位置 党员整顿今日题上异常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党员何一东同志新增为中央政法委书记 尽管他之间曾犯下重要错误 并被送入中央党校学习 然而学习过后 他勇于认错 敢于认错 精神可佳 为其他党员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在新任总书记上任之际 党大赦天下 给予他一个非改过自新的机会 党坚信他能够出色地完成 党赋予他的神圣使命 以董威南同志为首的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 提出了人才新党 科技想党的战略 同样的在萧平同志的带领下 发展党员同志 再次成为了我党工作的首要位置 发展党员再次成为我党工作的重重之重 党员是一个党派的立党之机 能量支援 可见党员对党的重要性 今天 萧维平总书记提出 党员的身份是一个问题 据中央政法委的情报显示 我党部分党员在担任党内要职的同时 兼任皇宫组织成员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 对党员的整肃将进行展开 请那些兼职党员在此之前 推出一切其他邪教组织 各位观众 今天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